男子到銀行要申請信用貸款 行員發現借錢的目的怪怪的 果然又是詐騙 桌上一張又一張匯款交易明細 原來他來貸款之前 已經被騙走六位數的存款 但這名被害人 其實是在網路上賣東西賺錢 沒想到越賣賠越多 仔細看被害人的對話記錄 遠景才發現詐騙集團似乎又有新手法 原來被害人在蝦皮拍賣 販售網路路由器 遭詐騙集團盯上 對方假扮買家下單 再思緒賣家假的官方連結 說賣家的帳戶沒有驗證 更新簽署金流服務協議 導致無法下單 再不更新帳號會被凍結 但被害人打開連結 還是驗證失敗 只好依照詐騙嫌犯的指示 匯款驗證 這名賣家掉進對方的陷阱 擔心自己的帳號會遭到凍結封鎖 於是來到ATM 依照指示匯款 前前後後一共匯了35筆款項 總共66萬的存款 通通落入詐騙集團的手中 被害人說已經沒錢 可以再驗證帳戶 還被嫌犯要求去銀行信貸 繼續匯錢 甚至趁機推銷高獲利投資 被害人信以為真 到銀行申請貸款 所以他已經先騙了你60萬之後 又要再叫你借60幾萬全部匯給他 對 幸好這回行員阻止 加上警方即時到場 否則被騙的金額恐怕超過百萬 類似的狀況 拍賣平台常常出現 蝦皮也早已經公告 絕對不會以QR Code 或是網站連結等等方式 要求用戶登入 驗證帳號 或是提供信用卡資料 詐騙猖獗不止買家被騙 現在連賣家都遭殃 東西沒賣出去存款先被掏空